巴西的狂欢节究竟有多疯狂 三种事让人难以接受 实在是太开放了 众所周知 巴西狂欢节号称世界上最盛大的节日 这里的男人和女人 可以肆无忌惮地释放激情 而当地市长会亲自宣布 节日正式开始 接下来的一串数字 你就知道有多疯狂了 在18年的狂欢节 政府免费发放了1.2个避孕套 里约600万人参加 国外游客150人次 仅仅三天 里约就获得了35亿雷尔的收入 但是环境破坏的程度 也相当恐怖 总共制造了2000吨的垃圾 狂欢节期间 里约的街头上 基本就是人挤人 他们用最狂热的肢体 和语言进行互动 但是参加过狂欢节的人都知道 有三点实在让国人无法接受 第一点 一装屁 部分男性 曾希望自己拥有女性的特征 因此 他们会趁这个机会 穿上女人的服装 衣服上 竟然还画着隐私布围 他们不会感到任何羞耻 反而大胆地面对镜头 女性的服装 更加是千奇百怪 不过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凉快 第二点 人体彩绘 每当夜幕降临 闪耀的灯光 就会带动狂躁的巴西姑娘 当你走在人群中 你会发现有这么一批女子 她们竟然挽起了皇帝的新装 身上勾勒着五彩斑斓的图案 贴着男人身旁大跳热舞 这里的女人全身上下 散发出的狂野和自信 小弟佩服的五体投地 第三点 时间之长 虽说狂欢节为期只有三天 但是你经不住他们 在这三天时间 每时每刻都在狂欢 从天黑开到天亮 真的不理解 他们是如何 保持这种兴奋的 不得不说 狂欢节把隐藏在人类的天性 展露得淋漓尽致 不过狂欢的背后 也带来了巨大的后遗症 不但增加了艾滋病的传播 犯罪率也是直线上升 全国上下至少要用两周的时间清理垃圾 巴西狂欢节参加人数之多 涉及规模之大 持续时间之长令人咋舌 那么问题来了 您认为巴西狂欢节是人类的进步 还是文明的亵渎呢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